再来关心今天三大报同样也都是高雄气暴的相关报道 而看完了报纸再来关心台中快捷巴士BRT上路以来 昨天发生了第一件车祸 台中台湾大道七段上靠近进一大学的BRT车道 7号上午9点45分发生了一起车祸 一台自小客撞上了BRT巴士第二节车厢 又撞进了BRT后车停前的安全岛 发生事故的是BRT车道A23静怡大学站 65岁的张信富人驾着黑色自小客车 以时速560公里几乎没有刹车的情况下 行驶在BRT车道直直冲向已经靠站准备停拖的BRT巴士 张信富人发现情况不对想闪开已经来不及 撞上巴士的左后侧再撞进安全岛 整个车头引擎盖掀起 车头几乎全毁 警方研判65岁的张信富人 可能是对路况不熟悉 误闯BRT车道 当时巴士上有三名乘客 虚惊一场没有受伤 张信富人也平安 但对于肇时细节 他不愿多做说明 警方指出张信富人没有酒驾没有超速 是否因为不熟悉路况再加上年纪较大 误闯又反应不及 警方还要厘清责任 但他将面对误闯BRT车道 900到1800元罚款 相关的损害赔偿 而这也是台中BRT快捷巴士 7月27号上路后 第一起的车祸事故 记者王秋彭旺群台中报道